任何刑事伴侣的亲密关系 看起来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 因为它不是飘在半空中 只要落地 如果没有合理合法平权的保护 带来的伤害对于双方都非常无奈 这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则重要的讯息 美国在一个月内参众两院迅速通过尊重婚姻法 它最大的意义是保障了美国同性婚姻和所有的法律权益 在美国同性伴侣之间 从继承保险家庭成员关系 还有很多人都提到的 就是医疗同意签署有上千项的权利 现在在美国都得到了联邦法的保障 在美国每一周也都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和承认 但是对于拜登总统来说 他签署这一个国会通过的法案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是美国第二位天主教信徒的总统 因此他在这个事情上面 受到美国部分保守派主教强力的抨击 美国参众两院难得同心协力 一个月内先后表决通过尊重婚姻法 用联邦法保护同性婚姻与跨种族婚姻 都要得到美国各州的承认 也等同正式废除前总统克林顿时代国会所通过 定义婚姻为异性结合的婚姻保护法 共和党12名参议员及39名众议员 跳脱保守派价值观 在这项法案上投下同意票 众议院以258票赞成 169票反对 通过这项法案后 就等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美国同性伴侣间从继承保险 家庭成员关系到医疗同意签署等上千项权利 将能得到联邦法保障 但法案仍明定婚姻只限于两个人之间 没有一夫多妻等其他形式 也保护宗教组织不必提供 可能有违教义的同性婚姻服务 1987年第一位自愿出柜的美国国会议员 也重回众议院见证历史时刻 拜登已表明会尽快签署让法案通过 一切都为了避免重演 今年6月美国堕胎权争议 当时保守派为主的美国大法官们 推翻半世纪来的罗斯韦德法案 不再保障美国女性堕胎权 美国近乎半数周将订定禁止堕胎相关法律 五位投赞成票的大法官 有三位是前总统川普任内提名 后来的抗议浪潮更撕裂美国社会 当时拜登痛批保守派大法官们 展现极端议事 虽然拜登本人也是天主教徒 但他认为自己是民选总统 不该将个人宗教信念强加于人民 也因此在堕胎与同性婚姻议题上 拜登力挺于权与平权 却招致美国保守派痛批 部分美国天主教派主教甚至扬言 要剥夺拜登的部分教徒权利 如今拜登将要签署 保护同性婚姻的联邦法令 势必再招来未选票 痛批新法是引人入罪恶 对保守派人士来说也许还有更危险的法案等在后头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联邦食药署可能要再度放宽 关于同性恋与双性恋者的捐血禁令 1980年代会有此禁令 是因当时咽血技术无法过滤检验HIV病毒 但后来技术进步 2015年美国食药署首度放宽此禁令 条件是要捐血的同性恋或双性恋者 一年内没有发生人与人的连结 有鉴于新冠疫情后血库库存降低 美国可能仿效加拿大与意大利等国 要求捐血者诚实填写问卷 尴尬的是必须诚实回答三个月内有无新的性伴侣 以利判断捐血风险 但在保守派眼中 同志相关权益可能与罪恶画上等号 但云云众生仍在探究相处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为何他在人间创造各种不一样的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